每个人都必定拥有或有过一个家庭,必定拥有一或有过父母,我们彼此支撑,相互温暖,哪怕我们可能并不了解对方,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不是能用肉眼看见的,故事里的精怪是这样,爱也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部温柔又治愈的亲情日剧,回我的家。 圣诞节来临前夕,梁多和沙江都在为下一步的工作企划发愁,同样让他们头疼的还有女儿蒙江,最近班主任和他们反映,蒙江在学校时总是自称有第六感,说自己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沙江为此已经被教到学校好多次了,他让梁多摆出父亲的威严教导女儿一番,梁多却每每在看到女儿的脸时,就不自觉地将批评的话咽了回去。 蒙江并没有做坏事或伤害到别的孩子,就这么打击他也不太好。 沙江看不惯梁多的油油郁郁,让梁多至少在这种时候发挥一些作用。 沙江是当红的美食设计师,日常工作繁忙还要操心女儿的情况。 梁多在妻子面前不站立,只好又去找蒙江试图沟通。 蒙江虽然只有十岁,脾气却很怪,直接告诉父亲,不相信的话他也不勉强。 梁多情急之下辩解,他并不是不相信,但是蒙江已经镜子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大人不愿意相信小孩子的世界,往往是缺失了那一份纯真与善良。 每天上班时,梁多都会和邻居同行一段路,到十字路口时,他们会聊一些家常。 往往是邻居说,梁多在一旁附和。 邻居从事的行业最近不景气,很羡慕梁多的广告制作人身份。 有才能的广告制作人,肯定能挣很多钱吧。 梁多勉强笑着应付他,有哪个工作是容易的呢? 哪怕已经修改了二十多版方案,哪怕一切都是按照客户的要求。 但只要对方临时起义,一切就要推倒重来。 梁多带队去陪不是,却经常两面不是人。 公司的后辈在背地里叫他凑合先生,本身是个好好先生的梁多,只能假装没听见。 他在工作时突然接到姐姐的来电,父亲在去往长野的途中病倒,进了手术室。 梁多只能立刻抛下工作赶去医院。 沙江因为工作的团队出现意外要加班,只能拜托沙江的母亲去接蒙江下学。 梁多觉得自己和父亲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但身为长子,这种情况下他也应该到场。 长野是个有些萧条的小城,下车后的梁多只看到一个司机等在车站缆客。 司机告诉梁多,镇上的人都只坐公交出门,梁多是他今天唯一的客人。 梁多象征性地附和了几句,在一路的画牢身中到了医院。 此时,母亲已经到了,正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梁多的出现让他有了主心骨。 得知父亲的病情今天很难有结果,梁多有些抱怨地说,自己可是丢下工作赶过来的。 紧随其后到来的姐姐多西子也是同一番说辞。 母亲责备两个孩子的话有些冷血,跟他们说自己忘带保险证了,孩子们却只说后面再交就好了。 多西子的丈夫也跟着来了。 这让母亲对没有一起来的沙江越发不满,不过他只是私下里和梁多提了两句。 父亲的秘书山下先生询问一家人今晚的安排。 梁多本打算乘坐末班车回家,林了却又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山下先生统计过人数后预定了房间,母亲和多西子一起感叹对方的可靠和迷人。 对比之下,对面的梁多和剑刺就显得有些没用了。 直到深夜,沙江才下班回家。 开门后迎接她的是陪着蒙江玩闹的石狮子。 还有一眼望去凌乱不堪的厨房。 蒙江吐槽,外婆的厨艺真的很差劲。 毕竟石狮子连最简单的烤饼都做得一团糟。 收拾了一番后,沙江让石狮子尽早回家。 石狮子提醒她记得也去探病。 虽然大家都知道沙江工作繁忙,但不去的话,以后都要被一直说到。 还提起梁多的父亲容辅病倒,保不齐亲家母就会搬过来和儿子儿妻一起住。 毕竟梁多才是家里的长子。 沙江在石狮子的叙叙叨叨中送走了她。 对母亲的厨艺一亲二楚的沙江又专程下厨给蒙江做了宵夜。 食物的香味勾得蒙江咽了咽口水。 拍完照后,母亲俩分享了宵夜。 沙江自豪地接受了女儿的夸赞。 她提醒蒙江在学校的作文中写家里有个弟弟, 可蒙江明明是家里的独生女。 蒙江却说,那是因为母亲看不见,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并非都能用眼睛看见的。 丈夫的病倒让名字有些不知所措, 但意外的,她并不如何悲伤。 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她追在容府身后, 早已经流过太多眼泪。 这番话让梁多不知作何反应。 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只是人还未醒。 梁多带着守了一夜的母亲回酒店休息, 自己则直接回了家。 蒙江的脾气越发古怪。 梁多一边应承着妻子, 说等父亲的病好转, 就会去和梦江谈心。 一边继续苦恼圣诞节巧克力的宣传广告。 为了和客户打好关系, 后备真田被梁多安排去陪客户慢跑。 真田出入行, 只想做自己喜欢的项目。 梁多告诫她, 工作是不能由她挑剪的, 不然还是尽早回大学拍微电影比较好。 关于母亲究竟去谁家里住的问题, 多西子和梁多争论了起来。 姐弟俩互相翻旧账, 接对方的短, 又在母亲从房间里出来时, 默契地闭口不言。 母亲买来的蛋糕被三人分食, 他们猜拳决定明天有谁去探病。 梁多当人不让地输了, 被直接安排, 于是第二天她又坐上了化劳司机的车。 护士给父亲擦身的时候, 梁多感觉父亲又瘦了些。 护士却说, 相对于其他人, 每天都有孩子来探望的荣府, 实际上很幸福。 很多病人长期住院都没有人来探望, 直到过世才出现一大批人争夺遗产。 不知如何接换的梁多, 有些尴尬地走出病房, 看着手里装着钱的信封发呆, 这是她刚到病房时在床头柜上发现的。 这时有一个神秘女子来探病, 梁多用手机偷偷拍下了对方的背影。 沙江觉得那个女子或许是荣府工作时认识的, 梁多却觉得一定有内情, 毕竟父亲年轻时, 形势可以说是风流。 沙江感叹, 父亲毕竟年纪大了, 有他们不知道的一面也很正常, 就算是父子, 终究也是不同的人。 梁多调侃妻子, 难道你也有我不知道的一面吗? 对方却丢给她一个颇有深意的笑, 这样梁多直到上班都念念不忘。 邻居也很好奇那个神秘女子的身份, 这大概是她无聊的生活里唯一的乐趣。 负责广告拍摄的艺人临时耍大牌, 要求更换出镜的食品道具。 梁多却一再妥协退让, 还指使沙江去买对方指定的食物。 丈夫的窝囊让沙江十分生气, 但她还是按时完成了工作, 只不过直到晚上都没给梁多一个好脸色。 心知自己理亏的梁多一番胡搅蛮缠, 成功哄好了有些生气的妻子。 梁多纠结很久, 才和母亲提起那个来探病的女人。 多西子和明子一起猜测着对方的身份, 梁多目测对方大概27、28的年龄, 明子一下就想到了什么, 她拉着多西子猜测, 那个女人或许是荣府的情人或女儿。 在梁多肯定地说, 对方很漂亮后就更确定了。 毕竟荣府和梁多从审美到口味, 都是一以贯之的相像。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 他们决定在荣府的东西中 找出有可能有用的线索。 翻出来的东西中有一本日记, 他们根据时间锁定了一个名叫 夏岛菜碎的女人。 与此同时, 蒙江也在学校惹出了麻烦, 她将同班的一个孩子 从课桌上推了下去, 却不愿意说究竟是为了什么。 沙江满脸歉意地向老师赔罪, 回家的路上看着不愿沟通的女儿 感到无可奈何。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夏岛菜碎, 梁多、明子和多西子 找到了山下先生, 不过对方明显朝他们隐瞒了什么, 魔女俩只好指使梁多继续调查下去, 梁多本来不愿意, 却在姐姐提起遗产继承的份额时 改了口。 第三次踏上去往长野的路, 还是那个花牢司机, 对方一直在劝说他搬来这里, 梁多不禁调侃他, 是不是和政府签了宣传合同。 他寻着手册的记载, 一路找过去, 在路上碰见了夏岛菜碎的孩子, 大帝, 那孩子嘴里提起库娜, 梁多想起父亲在笔记中, 也写着要去找库娜。 大帝带着梁多去找了自己的爷爷, 鸟鞠, 意外的是, 鸟鞠居然还是荣府年轻时的智友。 鸟鞠告诉梁多, 库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库娜只是类似庙会的活动, 但菜碎却相信库娜的存在, 还在鸟鞠的牙医诊所办了个库娜事务局, 因为鸟鞠曾说过, 他小时候见过库娜。 鸟鞠说即使真的存在, 现在也没有了, 那样的环境不可能还有库娜存活。 菜碎指责他, 还不是因为他杀了他们, 场面一瞬陷入僵局, 只留下一旁的梁多, 一头雾水。 库娜究竟是什么呢? 父亲想要找到的库娜又是什么? 梁多没想到, 中年失业危机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巧克力项目的客户对真田很满意, 主管决定让真田代替梁多全权负责业务, 并委婉告知他可以充电休息一下。 梁多想要面子说, 自己正好打算请假去看父亲, 离开公司时却颇有些灰溜溜, 因为萌江在学校卖妈妈做的午餐, 他的班主任再次上门家访, 并告知了萌江, 学校决定让萌江在家私过一周, 告诉女儿不想吃的话直接说就好。 萌江却一脸拒绝沟通的模样, 萌江质问他, 便当就那么难吃吗? 萌江说不难吃, 毕竟你是专家。 晚上萌江和梁多讨论起萌江卖便当的事, 不过说了很久都没讨论出个所以然。 萌江转而提起自己可能要去拍电影的是, 妻子的事业相比自己风头更盛, 梁多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把自己被公司要求休息, 美化成了主动休假, 告诉萌江自己接下来一周打算去长野谈我父亲。 萌江觉得梁多可以带上萌江, 知道萌江拍的电影导演曾对他心怀好感, 梁多的心里一阵阵发酸, 不仅偷偷看了那个导演的作品, 晚上还梦见了萌江拍电影时的场景, 这下梁多更睡不着了, 送走了妻子, 梁多和萌江也在吃过早饭后出了门, 碰见的邻居还是一样的八卦。 邻居最近被炒鱿鱼了, 更可怕的是, 他离职后, 其他的人工作反而更顺利了, 他感叹着, 果然还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能生存, 听着这话的梁多只觉得自自戳心, 化劳司机送他们到了医院, 容府还没有醒过来, 既然只有父女两人过来, 名字不禁感叹, 老婆太能干了, 劳工也会很辛苦的。 萌江听着病床上熟睡的爷爷看了很久, 告诉父亲自己想去库纳事务所, 名字很好奇库纳是什么, 萌江告诉他, 是住在森林里的小矮人, 父女俩到牙医诊所时, 蔡碎正在给孩子们讲述有关库纳的事情, 他告诉孩子们, 库纳是戴着红色尖帽子的小矮人, 萌江听得全神贯注, 走的时候还和大帝一起不停地讨论, 两个大人在后面打着疾风, 梁多询问蔡碎,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去看病, 但蔡碎是个公务员, 只有周日才有时间, 至于蔡碎在探病时写下的假名, 实际上是山下先生的手柄, 目的是怕戎府的家人担心, 不过目前看来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蔡碎觉得他们很可悲, 明明是父子, 却总是把对方往坏的方向想, 蒙江和大帝约定, 明天一起去森林找库纳, 梁多在晚上将这件事告诉了沙江, 沙江并不信这些, 只是叮嘱他们做好出行准备, 他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导演觉得他做的菜过于精致, 缺乏生活气息, 这让他有些泄气, 也激起了他的斗志, 而另一边的梁多在帮父亲做拉伸时, 发现了一条从没见过的疤, 护士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知道父母身上有什么样的疤疤, 这么一想就会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事什么都知道, 去往森林的路上, 他们路过一座大坝, 大坝所在的地方原来也是森林, 当时菜岁的妈妈酒食为了保护酷纳, 号召村民发起了抗议运动, 但最后所有人都被钱收买了, 如今酒食已经离世, 小镇的人情纠割也随风埋在了岁月中, 梁多本对这趟出游抱着一种玩乐的心态, 兴致勃勃的大帝和蒙江却发现了些什么, 那是一顶卡在树上的, 小小的红色尖帽子, 梁多感到难以置信, 库纳真的存在吗? 这样的困惑甚至延续到了她的梦里, 蒙江猜测, 那个帽子或许是库纳偷鸟蛋时, 因为被鸟妈妈发现, 忙着逃走落下的, 梁多虽然有些相信, 却还是反驳了女儿的说法, 毕竟大人是不能像小孩子一样相信童话的, 蒙江想把帽子拿给爷爷看, 梁多却以帮忙保管为由拿走了帽子, 奶奶带走了闷闷不乐的蒙江, 梁多则在纠结过后, 一个人来了诊所, 她本想去库纳事务局看看, 却被鸟鞠撞了个正着, 好面子的她只能装作看牙进了诊室, 闲聊时鸟鞠告诉她, 大帝的父亲不在了, 或许是因为大帝才想找到库纳, 毕竟有个传说是, 库纳可以沟通亡灵, 不过梁多和鸟鞠都觉得, 容府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想要找到库纳, 可能也只是为了挣钱吧, 一番看诊完毕, 梁多以蒙江有东西落下为由, 进到了事务所里, 她意外发现, 父亲留下的钥匙居然能够打开这里锁着的抽屉, 里面是一些有关库纳的纸质资料, 梁多翻开后看到了熟悉的红色尖帽子, 她神情惊恶, 父亲难道也找过库纳吗? 她寻着笔记来到山顶的少雁神社, 少雁是古物之神, 也是矮人传说的起源, 梁多祭拜过她后, 又去了煤矿区, 因为笔记中记载, 库纳时常在矿区出没, 他们居无定所, 仍爱和平, 也有人在墓地和寺庙见过他们, 因此, 库纳也被认为可以沟通王者, 当初, 荣府, 鸟居和九十在神社相遇聊了很多, 梁多发现, 他们似乎在河流附近找到过库纳, 只是后来又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梁多捡起不小心掉落的照片, 背后是父亲熟悉的笔记, 我决定回到曾经被我抛弃的故乡, 回到这个你不在的故乡, 怀揣着对笔记中那个你的满心疑惑, 梁多在下山时碰到了同样前来神社祭拜的菜碎, 恰好已是中午, 两人干脆一起来了餐馆, 新来的客人朝两人打了个招呼, 不知道梁多身份的他们, 抱怨起荣府反对修建大坝给他们添麻烦的事, 还说如果荣府没有抛下九十离开, 如今就是菜碎的父亲了, 又提起鸟居在九十心灵空虚时趁虚而入, 菜碎不好指责长辈, 一旁的梁多则觉得胃痛嚼辣, 草草结束一餐, 梁多还在想, 父亲与菜碎母亲的纠葛, 菜碎告诉他别的他不敢肯定, 但如果母亲和荣府在一起, 一定会很幸福, 只不过梁多对这话嗤之以鼻, 在梁多之后, 蒙江也来了牙医诊所, 被医生撞见后也是同样的牙齿发痛的说辞, 鸟居不禁感叹, 这对妇女真是一个样, 蒙江想知道库娜现在还在不在, 鸟居告诉他, 只有自己去找才知道, 那之后他小跑着回了家, 只是怀里偷偷藏了一个事务局的库娜雕像, 出于电影的拍摄需要, 沙江找合适的七合找了很久, 最后在一户人家中借到了, 有种人告诉沙江, 七合是从长辈那里传下来的, 后来只是用来装一些牡丹饼之类的点心, 对方希望七合上带着的美好回忆能在电影中长存, 沙江虽然答应了下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情感与回忆是摄像机无法展现出来的东西, 可这也正是这个容器的美之所在, 那之后他对着七合思考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做牡丹饼来配他, 不过沙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女孩的回忆打动, 坚定地声称只是从材质外观上考虑, 还是牡丹饼最合适。 蒙江和大帝的关系很好, 时常在一起玩耍, 梁多有时会因为耗面子被女儿击倒, 加入梁小的足球游戏中, 这天陪两个孩子玩耍的梁多不小心磕破了膝盖, 在菜碎加上药时, 梁多偶然注意到柜子上父亲和大帝的合影, 他心中虽有疑惑却没有多问,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小孩子们在这个万圣夜成群结队出门游玩, 梁多和菜碎则围在篝火前, 菜碎纠结很久向梁多坦白, 容辅其实是在和大帝踢足球时摔倒的, 因为怕家里人瞎猜, 他在上救护车时还嘱咐蔡不要把病因告诉家人, 梁多说那样的情况是谁都会猜的吧, 说完又自觉失言,闭上了嘴, 他感谢了一番菜碎对父亲的及时搭救, 邀请菜碎有空可以直接过来探病, 随后就陷入了沉默中, 回家的路上, 蒙江和梁多说起酷娜与容辅, 蒙江说自己听爷爷说过酷娜的事情, 爷爷答应他听一次就给他一千日元, 蒙江为此听了好多次, 如今想来他总觉得心里有点痛, 梁多安慰他, 爷爷应该也很想有个会相信他的人, 他们踏着夜色回了家, 而另一边的医院, 容辅在这个晚生夜醒了过来, 一夜安枕, 梁多甚至在梦里见到了酷娜, 得知父亲已经醒来, 梁多带着蒙江去医院探望父亲, 路上他们给沙江打了个电话, 沙江告诉他工作已经提前结束, 一切顺利的话下午就能和他们会面, 沙江没有提及自己被导演隐晦表白的事, 导演也好, 广告制作人也罢, 在沙江看来, 无论有物才华都差不多, 他选择的是梁多这个人, 虽然很多人觉得梁多配不上沙江, 但感情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旁人没有智慧的权利, 容辅虽然醒来, 家人的脸和名字却大多忘记了, 所有人理他只认出了梁多, 多西子为此十分伤心, 他为母亲和自己抱不平, 明明父亲病后, 忙前忙后的是母亲, 明明每次自己和弟弟发生冲突, 退让的都是自己, 结果对方一醒来就全部记得了, 名字说容辅毕竟生了病不是故意的, 但多西子觉得父亲巴不得忘了他们, 就是因为母亲一直维护着父亲, 父亲才会一直搞外遇, 名字只说或许是吧, 他已经不怎么在意容辅, 也很少生对方的气了, 蔡岁带着大帝来看望容辅, 容辅却看着他们喊出了九十与梁多的名字, 多西子和名字的神色当即发生了变化, 送走了蔡岁后, 母女俩瞩磨了很久, 等梁多回来了, 抓着他们有关九十和库纳的内情, 梁多没有答有关九十的事, 只告诉他们有关酷纳的前因后果, 母女俩很难相信, 容辅会是那种帮小孩子找小矮人的人, 他们疑心梁多是被菜碎片了, 梁多却说, 即便是父子和父亲, 最终也都是别人, 容辅有他们不知道的一面也很正常, 沙江在下午到了医院探望父亲, 但因为工作需要, 当天就要返程, 名字对一家人不能聚餐, 很是失望, 他询问蒙江的看法, 蒙江却只说自己早就猜到了, 那一瞬间, 沙江感觉到了失败, 他的孩子不再对身为母亲的他抱有期待了, 或许当初, 他想要工作和家庭两手抓, 是个错误的决定, 梁多却让他不要想那么多, 烦恼是无用的, 人不去思考太多才会活得快乐, 容辅的身体还需要静养, 因此下个月的寻找困难活动, 他必然无法参加了, 梁多在去看牙时, 向鸟居提起了这件事, 他不明白, 父亲为何这么执着, 鸟居告诉他, 人到了年纪就会开始思考自己错过了什么, 就像容辅本想当一个科学家, 却因为父亲生病, 转而研发药物, 虽然后来他事业有成, 对父亲的病却无力回天, 梁多陷入深深的沉默, 不知是为自己与父亲曾相同的梦想, 还是别的什么, 鸟居很担心容辅的身体, 百般纠结后, 他还是来了医院探病, 他劝说容辅取消下个月的活动, 前几天他独自去了那片森林, 无论如何都没能找到记忆里那片龙胆花田, 他甚至疑心记忆里的一切是梦, 容辅却坚定地说那是真实的, 那段三人同行的快乐时光, 还有幽静山林中的花海都是真实的, 梁多带着红色尖帽子去见了容辅, 他看着病床上目露怀念的父亲, 听着那个酷难能够沟通逝者的传说, 他知道父亲有一个想见到的人, 父亲告诉他,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并不一定都能用眼睛看见, 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千日元递给梁多, 梁多如同曾经的蒙江一般接过那张纸币, 仿佛有一种无言的默契, 这对父子在寂静中达成了一个约定, 梁多决定要帮自己的父亲找到库纳, 自那之后, 梁多梦到库纳的次数越加频繁, 梦里的那些小人有自己的生活与喜挪哀乐, 梁多总会恶趣味地逗他们玩, 他在长野之间往返, 偶尔心中会有些微妙地悸动, 但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 然后继续投入到无聊的工作中, 蔡碎告诉他, 由于经费紧缺, 今年的活动可能无法举办, 梁多想到了神志不清的父亲递给自己的一千日元, 他找到了真田, 和对方商量能不能在找库纳的事情上做些工作, 比如拍摄广告, 拉拢赞助之类的, 真田并不相信这种传说, 但在得知梁多是为了帮父亲圆梦时, 还是决定去和之前相处很好的客户商量一下, 小镇上有一户人家搬走了, 蔡碎亲自送走了他们, 他叫鸟居一起吃饭时说起这件事, 埋怨造大坝一点用都没有, 想要离开的人总会离开, 哪怕他们在故乡的家已经被洪水冲走, 鸟居对他的抱怨感到无奈, 明明蔡碎自己说过, 故乡是在未来创造出来的, 蔡碎反驳他自己有在好好保护森林, 还有母亲和荣府也在努力, 鸟居却觉得只是保护不会有未来的, 如果只会说空洞的大话有什么用呢? 就像蔡碎的老公那样, 连让孩子与妻子幸福都做不到, 这番话让蔡碎恼羞成怒, 他将父亲赶到了角落那一桌, 甚至吃完饭后还叮嘱大帝, 不要去外公那里玩, 为库纳拉赞助的事意外的顺利, 客户大手笔的给出了高达一亿的奖金,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是希望假如找到库纳, 可以见见自己在战争中去世的母亲, 但客户和梁多心里都清楚, 库纳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很小, 为了讨论活动的后续规划, 真田来到了梁多家中, 他对于梁多口中的库纳的故事嗤之以鼻, 梁多本人其实也在幸运不幸之间摇摆, 但每当梁多想起父亲时, 看着父亲憔悴的侧脸时, 他还是想要去相信库纳的存在, 想要为自己的父亲做些什么, 容府的身体经过附件训练逐渐好转, 菜岁有空就会带大帝来探望他, 在外人看来, 他们三人就像祖孙三代, 听过这话的容府很是高兴, 相对的是名字与容府越来越淡的感情, 名字终于明白很多事情强求不来, 现在的他决定凡事都以自己为先, 每周去排剧社写写诗, 修身养性也很不错, 梁多似乎变成了一种约定, 梁多总是会在梦里见到这些小家伙, 库纳告诉他, 当人陷入迷茫时, 他们就会开始流行, 这样梁多陷入了沉思, 他是不是也正处在迷茫之中呢? 他带着真田来到了库纳事务局, 一亿元的赞助让菜岁心生退却, 钱太多的话, 梦想还会是梦想吗? 梁多劝他当务之急, 还是将活动继续办下去, 而且一亿元只是找到之后的奖金, 前期的赞助只是在宣传和实物方面, 菜岁听此终于松了口, 一干人热火朝天地讨论起后续的宣发工作, 沙江发现不对, 是从空空的饭盒开始的, 给梦江装好的便当干净地返偿, 学校的老师再次打来电话, 希望就梦江的事情和家长讨论一下, 他的朋友惠美在夏天溺水去世, 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孩子, 老师将惠美的桌子收了起来, 梦江却趁着放学时间, 偷偷将桌子搬了回来, 老师希望家长能好好开导梦江, 沙江却觉得桌子撤走得太早了些, 每个人走出悲伤的时间都是不同的, 他希望学生能够稍微迁就一些, 老师却说, 迁就周围也是很重要的事, 沙江十分不认可这句话, 梦江推导其他孩子的暴力行为是错误的, 逼着他去迁就环境难道就是正确的吗? 冷暴力同样是暴力, 他坚定地维护了女儿, 回家的路上沙江告诉蒙江, 他的外公去世时, 外婆也是想马上丢掉外公的东西, 那时他和蒙江的感受是一样的, 虽然他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蒙江在想什么, 但总有些心情是相通的, 为了佐证库娜的存在, 梁多他们特意上街进行了随机采访, 路人众说纷纭, 有人说曾在体育馆见到过库娜的脚印, 有人说自己曾在田野里见到过库娜, 在这期间, 他们得知镇上有个民俗研究人, 对方为了找到库娜的踪迹, 最近还往森林里扔了些自制的红色尖帽子, 梁多一瞬间就想到了蒙江找到的那个帽子, 这下他们陷入了新的纠结中, 要不要将帽子是假的这件事说出去呢? 蔡岁去见荣府时, 对方给了他一个地址, 上面是蔡岁丈夫的所在地, 荣府劝他, 还在意的话就要去当面讲清楚, 蔡岁却说自己只是担心对方卷入什么案子里, 到时候牵连了他与大地就不好了, 活动的进展陷入停滞, 真田建议梁多让沙江加入进来, 毕竟沙江是知名的美食设计师,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粉丝, 慕名前来参加, 这个建议恰好戳中了梁多的自尊心, 但好面子的他又顶不住旁人的激将法, 最后还是给沙江打了电话, 因为帮忙修理鸟窝, 梁多留到很晚, 蔡岁和大帝于是邀请他到家里吃饭, 新鲜的拌面和蛋黄酱被端上餐桌, 大帝和蔡岁都觉得, 荣府和梁多这对父子吃饭习惯如出一辙, 蔡岁还向梁多展示了母亲九十的照片, 梁多感叹,蔡岁长得很像母亲, 只是目光频频望向照片的方向, 明子也知道梁多在帮荣府找库娜的事, 不禁感叹,后来人总是很难超越前人, 帽子是假的, 梁多却不想打破小孩子们的美好憧憬, 他自制了脚印道具, 偷偷来到体育馆, 想要伪造库娜出没的证据, 却与怀着同样目的的鸟鞠撞了个正着, 两人虚惊一场,继续作业, 晚上巡视的民警却发现了他们, 民警质问他们, 万一小孩子当真了怎么办, 鸟鞠却反驳他, 难道要将假装圣诞老人的爸爸们抓起来吗, 为人父的心情是需要被体谅的, 巡警无奈地放走了他们, 这次的梦里, 库娜们在做木工, 梁多是在听到那一句, 人果然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生活实行的, 医生已经批准荣府可以出院, 长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好, 梁多打算将父亲送回东京敬养, 一周后,再回到长野继续处理库娜的事, 鸟鞠也来送别固有, 荣府告诉他, 自己会很快养好身体回来, 荣居却希望他不要再回来了, 从以前开始, 每次荣府回来, 他的心都会不停地责备自己, 他知道荣府没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但荣居依旧很痛苦, 荣府听过这话后, 还是答应了, 他一直都很迟钝, 以前没有发现鸟鞠喜欢酒食, 后来没有发现鸟鞠的自责与痛苦, 鸟鞠告诉他, 他并非觉得有了大坝, 小镇就能幸福, 荣府只是说都过去了, 以后的事都要交给他, 临走时大帝与荣府约定, 下个月一起堆雪人, 只是他们或许不会再见面了, 蒙江一直在意着惠美的离世, 因为在前一天和惠美吵了架, 蒙江忘记了把书还给惠美, 他想让库娜帮他将书还给惠美, 为此他偷偷带走了事务局的库娜雕像, 惠美喜欢吃牛肉饼, 蒙江就去找了沙江学习煎牛肉饼, 得知前因后果的沙江很开心, 因为蒙江是一个善良又温暖的孩子, 沙江有空闲时, 就会和梁多一起去看望荣府, 老人家精神尚渴, 沙江为自己之前的忙碌与缺席道歉, 荣府很是体谅他, 他告诉沙江, 不必一定要做婆婆喜欢的长媳,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好的, 这番肯定的话让沙江很是开心, 荣府又告诉他, 他希望葬礼的素斋能由沙江亲手操办, 因为他吃不到, 所以也不必太好吃, 沙江无法拒绝老人的请求, 他答应了下来, 明子与沙江的关系也在缓和, 梁多不仅会探讨厨艺, 明子还会将自己写的牌具拿给沙江品鉴, 梁多将笔记中的照片拿给荣府看, 荣府告诉他, 自己用退休金将这块地买了下来, 那是他曾经的家所在的地方, 他最后是想死在那里的, 梁多觉得他真的很任性, 不顾家人的感受,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库纳居无定所, 没有家乡, 荣府却想落叶归根, 荣府笑着感叹, 梁多真的学了很多, 但人是不能和库纳一样生活的, 荣府生命的衰败, 甚至连蒙江都察觉到了, 明子虽然难过, 却又有些开心, 无论什么原因, 荣府终究还是回到了他身边, 邻居想在公寓里举办一个圣诞活动, 托沙江询问梁多, 愿不愿意扮演圣诞老人, 梁多在去上班时给了他肯定的回复, 对话依旧简短而匆匆, 真田代替了梁多的职位后, 才明白梁多当初那句话背后的意味, 工作是不能由他意愿的, 很多时候他能做的只有妥协和退让, 那些人由议论梁多变成了议论真田, 真田逐渐变成了过去的梁多, 梁多没想过, 姐姐居然会离家出走, 而且还不是第一次, 伊藤联系不上多西子, 只好拜托梁多帮忙注意多西子的消息, 梁多刚从伊藤家出来, 就接到了多西子的电话, 多西子是因为母亲的变化而离家出走的, 他能感觉到母亲因为父亲不能离开而开心, 梁多说这证明母亲很爱父亲, 但正因如此, 多西子才更觉得落差, 因为他对剑刺永远不会这么想, 他抑制不住地思考自己, 一直要和剑刺过下去吗? 他不想为了家庭与孩子放弃自己的人生, 梁多说母亲为孩子做牺牲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种过时的大男子主义想法, 让多西子觉得, 梁多和荣府实在是一以关之的差劲, 都是那种任性的, 要别人去迁就的人。 两相对比之下, 多西子又觉得, 剑刺是个很好的丈夫了。 梁多回家之后将姐姐和父亲的事告诉了沙江, 有时日子过得太平静了, 人就会想要离开, 但对被留下的人来说, 真的很不负责。 梁多苦恼于如何告诉名字, 荣府买地的事, 最终只能选择走一步看一步, 寻找库纳的活动报名的人居然意外的多, 沙江的参加吸引了很多粉丝, 梁多和鸟居在体育馆伪造的脚印, 也因为被只二拍下传到网站上, 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人。 虽然蔡岁的同事都不认可她的方案, 不过目前看来, 一切都在心心向好, 荣府给蔡岁的那个地址让她犹豫了很久, 她询问大帝, 只有妈妈陪着是否会寂寞, 大帝告诉她有妈妈在就行了, 但蔡岁知道, 大帝还记着曾经和丈夫堆过雪人, 她最终下定决心去找了下岛, 对方如今在一个农场务工, 蔡岁将大帝的照片拿给她看, 曾经亲密的夫妻如今无话可谈, 蔡岁一直想如今萧条的长野, 重换生机, 夏岛陪着她努力过, 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 她自觉已经尽力选择了逃离, 蔡岁却无法和她一样, 轻易放弃自己的故乡, 如今两人走到这个地步, 早已发生了诸多改变, 蔡岁想知道, 她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离开, 夏岛却只是跟她道歉, 她告诉蔡岁, 她没有后悔过离开, 这对被突然留下的人何其残酷, 蔡岁知道, 这一面之后, 他们不会再见了, 蔡岁回来的时候, 大帝已经睡着了很久, 她想起夏岛说的话, 问父亲, 关于母亲有什么事后悔吗? 那应该都数不清了, 比如听说九十十日无多, 因为害怕从病房逃走, 比如对蔡岁的成长都有亏欠, 她哽咽着朝蔡岁道歉, 蔡岁告诉她后悔就够了, 因为母亲说过, 后悔证明爱存在过, 沙江想制作饭团, 来作为活动的餐食, 长野这边习惯用卫村来配饭, 沙江特意去学习了一番, 蒙江跟着父母一起来到了长野, 这次她把库娜的雕像还了回去, 发现她的鸟居医生, 没有戳破小孩的举动, 而是询问蒙江, 荣府的身体如何, 蒙江告诉她不太好, 荣府曾对蒙江说过, 自己快要死了, 这让她很是难过, 鸟居安慰她, 人的死亡只有早晚之分, 所以不必太过悲伤, 但对小孩子来说, 面对亲人的过早离世时, 还是会伤心, 寻找库娜的前一晚, 蒙江和沙江讨论着, 找到库娜后要做什么, 梁多则调整着自己的机关, 跃跃欲试, 她意外发现, 捡到的帽子和另一个帽子不一样,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 她在半夜拜访了库娜研究人, 研究人确定, 帽子并不是她做的, 还告诉梁多, 自己明天一定会抓到库娜, 梁多又去了事务局, 本想和蔡碎说一下, 有关帽子的事情, 话准备出口时, 又因为耗面子, 避了回去, 蔡碎看着桌子上的库娜雕像, 问梁多, 你觉得她的右手握着什么, 之前蒙江曾问过她这个问题, 蔡碎为此去查了资料, 但众说纷纭, 梁多说, 可能是拿着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毕竟,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并不一定都能用眼睛看见, 出发的那一天, 梁多在吃早餐时告诉蒙江, 自己最近总是梦到库娜, 他们一家住在沙发下面, 说这里的凌乱程度刚好, 沙江询问她怎么和库娜交流, 梁多告诉她只是普通的日语, 她梦里的那些库娜看起来有些笨, 游手好闲好像一点干劲都没有, 但她意外地觉得还不错, 蒙江在一旁赞同地点头, 沙江听着父女俩的对话, 忍君不禁, 寻找库娜的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始了, 阳光穿过树叶, 落入森林变成斑驳的形状, 梁多与真田一起感叹着这份美丽, 远离了喧嚣, 人的心也会平静下来, 不过有的人来参加活动是为了享受自然, 有的人却是贪图高达一亿的美金, 那个研究员为了抓住库娜, 布下了很多陷阱, 还带了很多捕售夹之类的道具, 甚至因此差点误伤别人, 最后还是梁多和真田制止了对方的行为, 连午餐还有一段时间, 鸟居决定先吃一盒炒面, 垫垫肚子, 他告诉梁多, 他第一次见到库娜时, 荣府他们三个恰好就在一起吃炒面, 梁多很好奇他们真的见到过库娜吗? 这个问题鸟居自己也不确定, 当时他们三个说要一起去抓库娜, 还跑到山上, 特意用梅渣设了陷阱, 结果荣府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 腿上流了伤, 那时还是鸟居背着他下的山, 梁多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不自觉想起之前照顾父亲时见到的那道疤, 四级父亲, 梁多背着众人, 也偷偷用梅渣做了一个陷阱, 沙江的料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众人三两聚集在一起兴致高昂, 菜岁向众人讲起酷娜的丧葬习俗, 他们会用龙胆花的种子供奉侍者, 因此如果在山林里见到龙胆花, 那可能就是库娜的坟墓, 传说听来有趣, 但队伍里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库娜的身影, 不过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在下午的寻找之旅中, 梁多突然听到奇怪的动静, 跑过去一看, 原来是她的陷阱抓住了什么, 沙江等人紧张地看着她的动作, 梁多小心翼翼地将手指伸进去, 却感觉被什么扎了一下, 在翻开盖子时, 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了, 只留下一个通往地下的洞口, 异形人带着疑惑离开, 谁也不知道, 刚才究竟是酷娜还是别的什么, 林子里逐渐起了雾, 异形人走岔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鸟居突然在半途脱离了队伍, 众人只好回去跟着她, 经过略显艰难的跋涉, 他们来到了一片有些荒芜的龙胆花田, 梁多一瞬间想起了父亲笔记中的那个地方, 原来他们久寻不见的地方就是这里, 传说龙胆花是库娜的坟墓, 鸟居满怀愧疚地向死去的花朵道歉, 但隔着几十年的时光, 很多事情都再也无法改变, 荣府的离开是在活动举行的那一天, 梁多刚回到休息的场地, 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在这之前, 明子还问过荣府晚餐要吃什么, 荣府说炒面吧, 每一年他都吃这一样, 那之后明子给荣府播放了梁多制作的广告, 说实话无聊得让人有些发笑, 荣府看了那个广告很久, 慢慢地就没了声音, 而在梁多的梦里, 库娜的长辈也去世了, 他说自己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能为父亲做, 询问梁多, 人类面对这种情况, 是不是会更强大一些, 梁多忽然就明白, 自己一直在逃避与畏惧的, 其实就是自己的无能为力, 遗照的选定最终遵循了明子的遗愿, 用两人合照中荣府的形象合成了遗像, 沙江为梁多带来了参加葬礼时的服装, 荣府去世之前, 委托他帮忙做素斋, 沙江今天特意推掉了所有事情, 带着梦江向两人告别后, 他就进了厨房, 一家人讨论了很久葬礼的相关事宜, 梁多至今还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公司里的人来吊咽, 还为梁多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制作的广告虽然无聊, 却让产品销量大涨, 上面决定让梁多抓紧时间推出新年版, 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招待着客人, 菜品陆陆续续地被送到前厅, 直到深夜, 硕大的宅院才终于恢复了寂静, 跪坐在临位前的梁多想要看一看父亲, 伸进去的手却被荣府的胡子扎到, 感官的触觉转动记忆的齿轮, 梁多想起自己还是孩童的时候, 那时他看着电视里的滑雪比赛, 同样摸着父亲满脸的胡须, 他想像滑雪运动员一样飞翔, 父亲的手总是会牢牢地抓着他, 保护他, 他忽然流泪不止, 原来那个在他记忆最深处, 一直保护着他的父亲, 那个唯独记得自己名字的父亲, 那个一直可以依靠的人, 已经离开他了, 他后悔没能再和父亲多说一点话, 寻生而来的沙江安慰他, 后悔是因为爱过, 这样看来, 后悔也是一件好事, 菜岁一家特意从长野赶过来吊演, 荣府是约了和大帝一起堆雪人的约定, 大帝特意带了自己堆的雪人, 想让老爷爷看, 可惜融花在了路上, 名字学问鸟居, 荣府其实是想回长野的吧, 虽说鸟居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反驳, 但很多事情彼此都心知肚明, 蒙江带着大帝在花园里闲逛时, 看到了盛开的龙胆花, 两个小孩一致觉得, 他们来参加了爷爷的葬礼, 与熟睡的荣府告别后, 鸟居他们就打算启程返回长野, 他安慰梁多不要太过消沉, 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梁多很感谢这位老人的善意, 请求对方以后有机会的话, 就告诉他更多他不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事, 而每年12月的哭纳活动, 也被梁多安排进了自己的行程, 回家时已是星垂月晚, 一家三口在大桥上看过繁华的夜景, 讨论着新年时, 邀请亲朋来家里聚餐, 邻居的圣诞树也已经装饰完毕, 得知梁多的父亲去世, 他特意登门拜访, 劝梁多节哀, 邻居还是很好奇梁多的家事, 不过他们约定下次再慢慢聊, 梁多没有在梦见过苦难, 那本没有被还回去的书, 也被蒙江放进了柜子里, 他问沙江, 紫色的花真的是库纳的坟墓吗? 沙江告诉他, 他也不知道, 但看见那些花时, 他想起了蒙江去世的外公, 母女两人拥抱着进入梦乡, 沙江半梦半醒间, 听到敲门声, 原来是梁多想要修门, 把自己关在了门外, 他为梁多煮了热汤屈寒, 端来的碗中, 一个小小的帽尖子漂浮在上面, 家庭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地方, 又像是这个世界上最疏离的地方, 如同梁多与荣府, 明明是从脾性到口味, 都一以贯之的亲父子, 对彼此却也谈不上了解, 时间的推移让梁多明白, 哪怕是父子, 也终究是旁人, 所有人都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可即使这样不甚亲密, 也不甚了解的情况, 人们作为家人依旧相互温暖着彼此,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 半是不了解家人的悲凉, 半是彼此互相支撑的温馨, 所谓人生父母子女异常, 也不过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而当那双在背后支撑着你的手离开时, 后悔虽有, 却也证明爱存在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姨,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